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也是疲顿 疲劳 光这一个例子还不行啊 我们要多举例子 多举例子要 例子越多啊 它就越能证明这两个意思之间是有关系的 我们再举些例子 比方说这个解放军的解字 解呢也有停止的意思 有停止的意思 解呢也有这个疲倦的意思 也有疲倦的意思 也有疲倦的意思 顿 还有一个困字 困了 有这个 休息 止息 的意思 困了有止息 有止息 还有睡觉的意思 有些方言里头有睡觉的意思 比方说我是湖北 黄岗人 我们江湾化了 这个睡觉 我们叫困醒 叫困醒 睡觉 这个睡啊 跟困呢 它对起来 叫是 就是醒嘛 我们就是 就是这个 睡觉叫困醒 困 比方说 我们去困一会儿 困一会儿 就是只睡 睡一会儿 还有睡觉的意思 困我们知道 还有疲倦的意思 对吧 有疲倦的意思 再比方说 这个疾 疾 它也有穷尽 到尽头的意思 穷尽跟止息 意思是相近的 疾 也有疲劳的意思 疾有疲劳的意思 我们知道 这个古书当中 还有一个 还有一个双音词 叫疲疾 叫疲疾 原来我们一般人 把它讲错了 理解为一个 竖补结构 以为是疲劳疾了 不对 疲疾是两个动词连用 表示并列关系的 就是指疲劳 就是疲劳 还有一个脆字 脆字 大家如果是 你去翻一些工具书 就知道 脆有停止的意思 也有这个 我们说心力交脆 脆 它有这个劳苦的意思 它有劳苦的意思 再比方说 举 举有这个停止的意思 对吧 举止 有停止的意思 还有呢 我很沮丧 对吧 就是 垂上 这样的意思 这个这样的意思 我们就是这样的例子 还可以举出 很多 可以举出一二十个 还可以反译的 比方说 我们知道 心 心字呀 它有兴起的意思 对吧 兴起呢 跟这个休息的意思 是相反的 是不是这样的 跟休息的意思 是相反的 那么心呢 我们还有很兴奋 对吧 兴奋这个意思呢 又跟疲劳的意思 是相反的 可见呢 这两者之间呢 是有关系的 词义上是有关系的 不是一个假借的关系 而是一个词义隐身的关系 这样的例子 还有很多 那么我们讲这个 古今词义的义童啊 讲这个古今词义的 这个差别非常大了 一定要讲是一个词 有发展关系 那么仇字呀 缠绕的意思 跟这个仇段 仇段的这个仇的意思 有没有关系 我不知道 大家如果有兴趣啊 可以去研究 如果是 实际上没有关系 那这个例子举起来 就不典型 我怀疑啊 这个仇段的仇啊 可能跟这个仇密的仇有关系 可能跟仇密的仇有关系 下面一个例子呢 也是的 大家看 该字 该字 该 古代的常见的意思是完备 所以我们有一个双音词叫该备 不过该备的该字 好像写成备子盘了 对吧 这个不要紧 这个字形在其次 大家看这个例子 第一个例子是 储词的招魂 既有原文 又有这个古人的柱 说 招聚该备 该跟备是同一年用 对吧 就是 完备 永孝呼吸 而且还有王毅的柱说 该亦备也 该亦备也 这个例子非常典型的证明 该有备的意思 第二个例子 是古人呢 就是上古时候的人呢 他自己的解释 方言的卷十二说 被该弦也 说被跟该都有这个 弦我们就是说都的意思 对吧 弦也 还有这个成语啊 我们有个成语是 言简意该 话很简短 但是呢 意思很完备 可是我们这个 今天的该是什么 今天的该是 应该的意思 对吧 应该的意思 跟这个完备的意思 有没有关系啊 怎么证明他们有关系呢 也怎么证明 他们没有关系呢 如果是没有关系的话 这个例子也不典型 很有可能啊 今天这个该啊 跟古代那个该啊 是没有关系的 那么我们上面 讲了两种情况 第一个是古今词意啊 基本没有变的 第二个古今词意是 差别很大的 这两种情况 对于学习古代汉语来说呀 这个问题不太大 因为古今没有变化的 这个不需要大家去掌握 对吧 再就是古今差别太大了 古今差别太大 就是说你碰到上下文章 某一个词意的时候 你不会 你不会按照今天的词意去理解 比方说 招聚该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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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又有王毅的柱在那 你不能不能说 招聚应该要聚背 这理解起来很别扭 这种情况 你往往会去查工具书 所以对你这个学习古代汉语 这个也不至于造成太大的障碍 但是最容易引起误会的 是第三种情况 就是古今词意 有同有异 古今词意 有同有异 人们就往往喜欢拿这个 今天的一些意思 去理解古代的意思 这个就容易出错 你比方说 这个圣字 圣字古代有两个意思 两个基本意思 只要两个读音 一个是读生 对吧 一个是读圣 生也是动词 它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利能承担 今受得起 对吧 还有一个就是胜利 对吧 胜利的这个意思是比较常见的 所以我们往往理解古书的时候 就容易拿这个胜利这个意思去理解 或者还有超过的意思 还有一个是超过的意思 就往往喜欢拿这个胜利 或者超过的意思 去理解古书 这就容易造成一些失误 比方说 韩玉有一首诗 有一首绝句 就是天接小雨润如酥 对吧 好色摇堪尽雀无 最是一年春好处 对吧 这个例子 那个生字到底是应该读什么 大家想一想 可能有些同学学过这个诗诗格律 它应该是 我们讲一般的格式是 瓶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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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吧 瓶瓶瓶瓶瓶瓶瓶 瓶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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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瓶 这个地方一定是一个瓶生字 是不是这样 不应该是瓶生字 瓶生字就不合规矩 它应该是绝生燕柳满黄都 不应该是绝胜燕柳满黄都 我说清楚了没有 生就是能够生孕 就是比得上 比得上的意思 就是完全比得上烟柳满黄都 那个时候的景色 不是超过的意思 我说清楚了没有 它不是超过的意思 超过要读去生 那么我这个是很偶然的一个机会 我看到谁呢 当时这个武汉大学呀 武汉大学他们主持一个国家 就是中宣部的一个项目 就是叫做这个中华大典的 这个语言文字分点的 这个音韵部分 就是关于音韵的一些成果呢 把它这个摘下来 其中摘到了一个 这个明朝一个学者 原子让的自学圆圆 这本书里头就讲这个 绝生烟柳嘛 黄都这个生字呀 应该要读生 不应该读圣 就是这个能升任的意思 就是比得上 那有些人就给我 有些人说 那这次怎么讲呢 这次怎么讲呢 说这个处字呀 大家想想 这显然是早春的景象 对吧 早春的景象 韩玉说是 罪是一年春好处 这个处字要理解为 大家想理解为什么 理解为什么 时对吧 理解为时 罪是一年春好处 就是十一年 就是春天当中最好的时节 他认为 他说这个罪字 跟后面 如果你说比得上以后 那不是最好吗 对吧 有些人这样讲 实际上这个 罪字的这个理解呢 是有偏差的 罪好啊 不等于唯一的好 我说清楚了没有 比方说 第一排这五个同学 成绩是班上最好的 那不是唯一的 对不对 不是唯一的 罪不等于唯一 刚好这次 这个袁大学啊 袁大学这个 今年15期开了一个会 开了一个会 山西的一个学者 就提了一篇论文叫 就是讲罪字 罪字啊 我们今天很多人有误解 罪好就以为是唯一的好 不对 不对 就是讲这个 就是有 你要这个讲古今词意的 一同的时候啊 一定要注意 就是有分别的时候 你不能拿这个有分别的词意 就是没有分别这个词意去理解 要讲拿这个有分别的词意去理解 这是一个例子 在第二个例子 我又举一个 也是诗歌的例子 杜牧的 这个送寒厕判官 青山阴隐水条条 秋进江南草木雕 二十四桥明月夜 这首诗啊 大家想想 清 这每一首诗这个理解的 每一句呀 都有不同的看法 青山阴隐水条条 那么有些 这有一文 有的本子写 青山阴隐水摇摇 秋进江南草木雕 有的是草卫雕 草木雕和草卫雕 哪个更好呢 很难说 大家想一想 草木雕的这个景色 那也好 草卫雕呢 它也好 对吧 很难判定哪一个更好 二十四桥明月夜 这个里头理解 也有 有 有奇异 二十四桥 有些人说是 指一座桥 说是有二十四个美人 在桥上吹枭 所以这个桥叫二十四桥 对吧 还有一个就是指 扬州的二十四桥 这个时候 杜牧啊 已经不在扬州了 但是呢 他的朋友这个 寒厕来 他在扬州 那么 杜牧呢 就 看来他跟寒厕 这个人关系不错 他就 两个人都很孤独嘛 都外面做官 那么他就是讲 我在怀念你 青山隐隐水条条 而且 是秋进江南 草木雕 这应该是晚秋的景色 这个时候我就想起来 我的老朋友 韩绰判官 二十四桥明月夜 就是 在扬州晚上你怎么打发呢 这个扬州这么繁华 而且歌女又多 对不对 他这个时候 遇人何处 应该是叫吹销 对不对 是不是这样的 如果是叫吹销就不行 我就 你 我 你 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